路口前白色小货车赶紧打方向灯变换车道 因为原先开的路可是左转专用道 执行车若是暂用转弯道可是会被开罚 这也是桃园 卢竹 中正路跟中小路口 附近就是高速公路 车流量相当大 最内侧的车道是左转专用车道 去年十二月启用科技执法 这里也成了违规热区 一天最多开除六百张罚单 满满罚单映入眼镰 违规事实全都是因为执行车 占用最内侧的转弯专用道 数一数一共有十四张 一张就得缴六百元 加起来就要八千四百元 可是不小的数目 只不过这路段单向有三车道 内侧是左转专用道 外侧又常有公车停靠 让民众上下车 庞大车流全都挤向中间车道 常会导致交通大打劫 外部熟悉路况切到内侧车道 可能就会因此施下罚单 22号警察局交通局 以及中立购物段就到场会刊 经评估后决定暂停科技执法 目前计划将三线道改为四线道 或者是将最左边的左转弯 转车道改为执行左转车道 因此警方的执行车 占用左转弯车道的科技执法 配合予以暂停 每天都会有驾驶遭开罚 现在相关单位听到民众新声 准备重新规划 想办法疏解车流 也避免用户人频频哀罚 TV新闻 您是一条判 桃园采访报道 请支持TV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